转换心情来看 国际巨星真的会有社会恐惧吗 过去大家发现 梁朝伟每每跟老婆刘嘉玲出席活动时 总站在老婆的后面 之前也被刘嘉玲爆料 说梁朝伟为了不想面对人群 看电影一次会买好几张票 让旁边是空着的 甚至曾经突然想喂鸽子 就在香港买飞巴黎的机票 最近梁朝伟他跟刘德华 合作芯片金手指 接受媒体访问被问到 这些事情 梁朝伟也证实 不过他害羞说 电影票他只买三张 没有买到六张 把大家隔开 大爱心小爱心手指爱心 梁朝伟跟刘德华 为了芯片情跑宣传 面对粉丝要求来者不拒 但一向被笑称 有社会恐慌症的梁朝伟 亲自证实了几个 他本人的传说故事 传说你会吹到巴黎被鸽子 是真的实话 这是第一次证实 梁朝伟会为了突然想 为鸽子的念头 临时买机票飞往巴黎 当晚再飞回香港 只见梁朝伟说完后 似乎有些不知所措 还用手捏了自己的裤子 这番言论也让务实的刘德华 忍不住瞪大眼睛 总是和人群保持距离的他 还有这件事 强调不是六张票是三张票 还说旁边没有人就可以 前排有没有人他无所谓 但近年来全球流行mbti16型人格测验 总是被归类为内向的梁朝伟 他自己可不承认 才说完只见梁朝伟先尴尬笑了一下 接着满满搓手低头连脏都逐渐内巴 肢体欲言让粉丝笑翻 直呼他身体很诚实 出卖了自己 其实公开活动时更能看出端宁 出席活动梁朝伟总是跟在老婆后面 当媒体在拍刘嘉玲时 大家也可以看见梁朝伟 躲在一旁不安的摸手 他一下看老婆一下又害羞低头 看见影帝相较于妻子刘嘉玲的外丧 让粉丝说两人真的很互补 华氏新闻林立婷 黄瑞玲台北报导 哈囉 我是林仙怡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